飞翔在北天的天鹅座从未在我们眼前如此耀眼过 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LASSO 观测到了两个人类迄今所观察到的能量最高的光子 其一就是来自天鹅座 而另一个来自卸壮星云 北宋天文学家在1054年观测到的超新星爆发留下的遗迹 如今我们用科技与过去连通 为这类宇宙事件增添新的发现 探测到光子的能量越高 我们距离揭开宇宙线起源的世纪之谜就越近 而PEV量级仿佛一个门槛拦在我们面前 终于LASSO突破屏障 首次探测到了这个全世界天文人寻觅近半个世纪的信号 我们揭开宇宙线起源的面纱指日可待 包括天鹅座和蟹状星云在内 LASSO基于初期观测 已发现了12个超高能伽马射线源 由此可以确认银河系内 普遍存在着能够将粒子能量加速超过1PEV的宇宙加速器 它们的加速能力是人造加速器的上百倍 只要打开PEV探测的窗口 便可对宇宙加速器一探究竟 从无线电波到伽马射线 不同波段的电磁波就像一个个窗口 展示着宇宙不同的信息 而生活中我们用肉眼看到的光 仅仅是电磁波谱的一小部分 还有很多肉眼无法察觉的光 不同的观测设备决定了我们接收到不同的宇宙信息 位于光谱的最高端的伽马射线 其波长比可见光短10亿倍 是电磁光谱中能量最高的窗口 虽然在电磁波光谱中占据的波长范围很小 但伽马射线窗口所包含的能量范围巨大 此前人类已经打开了高能 甚高能伽马天文窗口 取得了丰富的科学成果与发现 极大的拓展了人类对宇宙的认知 而超高能伽马天文窗口是人类一直试图打开 却从未触达的地方 它产生于宇宙中最剧烈的天体活动 和最极端的物理环境 蕴含了超出人类认知的现象和物理规律 在超高能伽马射线窗口 原初的光子数量极少 即便是天空中最明亮 其被称为标准烛光的伽马射线天体卸状星云 发出的超高能伽马光子在一平方公里 相当于约140个标准足球场的范围内 一天也不到一个 不仅如此 地球大气层还会阻挡一部分光子 而这些高能光子还以几万分之一的比例 躲在大量高能带电粒子中间 这几乎导致探测 甄别这些超高能光子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如今LASSO排除万难 第一个打开了这一窗口 LASSO位于海拔4400米的四川道成海子山 是一个占地1.36平方公里的探测器阵列 它可以应对地球大气阻挡光子数量少的挑战 并开创性地采用了多种复合测量手段 以提高测量精度 LASSO在超高能段成为今天人类最强大的宇宙观测装置 比目前国际上再建的地面伽玛射线探测装置强大十几倍 发现12个超高能伽玛射线源 只用了二分之一的LASSO探测器 读到一年的观测数据 在未来20年的科学寿命中 LASSO有望冲击宇宙线起源 这一世纪之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